大家早安 全球场时间聚焦在我国南美洲唯一的一个绑交国巴拉圭 在当地时间4月30号是举行了总统大选 那么根据路透最新的报道 由44岁的保守党执政党的红党候选人潘尼亚 他自行的宣布当选 他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点半左右 是开出了96%的选票之后 以42.87%的得票率 大幅的领先在野党的候选人艾利格里 因此呢他自行宣布当选 并且是发表了一个顺选感言 那么看到这一次选举呢 主要的三个候选人 潘尼亚 艾利格里 还有反对派的候选人顾巴斯 那么除了呢 三个人是针对国内的贪腐经济问题 尤其呢台湾和巴拉圭的邦交关系 成为这一次选举最受瞩目的一个议题之一 因为呢潘尼亚他和艾利格里两个人 在面对台湾未来的关系上 意见呢是相当不同的 那么首先先看到44岁 当选的红党新世代 潘尼亚 他曾经呢他的履历是担任过巴拉圭的财政部长 国际货币基金驻华盛顿的经济学家 而在台湾问题上呢 他曾经是告诉路透 在未来他将会捍卫和台湾的历史关系 如果呢他赢得了巴拉圭的选举 那么巴拉圭和台湾60多年来的邦交关系呢 将不会受到影响 而和潘尼亚激战的反对派的候选人艾利格里 他则是提出了将重新呢要检视对台湾邦交 那么艾利格里呢他的履历可以看到60岁 他是律师出身曾任国会的议员 那他领导了涵盖数十个政党的联盟 其实呢主要就是要联手起来 推翻红党的执政党 那么这一次的大选中呢 他已经是他第三次来竞选总统 他和法新社的访谈中呢就直言了 和台湾的关系也就代表会失去最大的市场之一 那么也就是中国 所以呢如果自己胜选 很有可能就会转向和大陆建交 甚至呢他还提到 巴国为了要跟台湾是继续保持一个关系 做了很大的努力还有牺牲 但是呢他都没有看到台湾的付出 那么这么说是因为呢 巴拉圭是台湾的邦交国 所以呢是没有办法直接销售大豆 还有牛肉到大陆 引起呢保守党很有左翼的人士呢 他们是结盟之后 为了要推翻丑闻缠身的执政党 也就是红党 引起呢爱里格里他正式抓着这个议题 猛打 甚至呢他是公然的向台湾喊话 巴拉圭是一个以利益为重的国家 不过目前确认呢支持和台湾 维持邦交关系的潘尼亚他胜选了 但是呢金融时报也点出 其实呢巴国转向的诱因一直都在 因为其实比起台湾呢 北京政府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大 而且呢作为较为贫穷的国家 终究是需要和大陆的市场 还有他们的资金 那么尤其潘尼亚他在受访的时候呢 确实他也是语带暧昧的提到 尽管和台湾会维持邦交的关系 但是呢同时巴拉圭也要走向世界 走向市场 包括了中国14亿人口的市场 一起来听 大陆无一的假期 出游人数上看2.4亿人 最多人去的地方就是北京 因为这里呢在大陆疫情防控时 规定相当严峻 也是最慢恢复跨省旅游的尝试之一 那很多外地游客等了三年 趁这回无一廉价呢用进北京 当地游客接待量达到了885万人 北京的动物园还有长城等等打卡点 全部挤爆了 无一小长假北京动物园 简直挤爆从路口处开始 大排长龙为了这一只网红猫熊 猫蓝好棒喔 在上面翻跟斗 不同于一般猫熊爱睡爱吃 猫蓝特别好动 2021年差点越狱成功跑出动物园 因此爆红 我新疆 特别来看猫蓝 对对对对 是不是还记得它差点就是跳出来 就从那儿了 无一期间北京动物园一天涌进6万人 看猫熊限时5分钟 人太多挡住视线 导致大批游客顾着爬墙 北京著名的长城更是几道水泄不通 大陆无一期间呢 北京长城的预约票6.5万张 可以说是全部销售一空 像我现在人走在这边呢 可以感觉到人潮相当的多 几乎是被人推着走 人多到寸步难行 但好不容易抢到票 游客们当然继续爬 我是从那个山东来的 今天也抢票了吧来北京 对抢了 大概多早时间抢的呀 七天吧 七天之前它开始我就抢了 今年无一小长假 是大陆长达三年的疫情风控 首次解封 恢复跨省旅游的假期 预计共有2.4亿人出游 北京游客接待量多达885万人 这也让官方绷紧神经 北京政治中心天安门一带 更罕见风路 行人车辆一律不准过 就怕人流动 也替危安增添风险 记者李津先生配与北京采访报导